大家好,我是小萍 今天分享一个迷你小菠萝 看是不是很可爱又漂亮 下面看一下贬值过程 大人小孩都能学会 首先准备四根50厘米长的打包袋 第一步,先把第一根条对折 第二根条再对折套上第一根条 这样以此类推 第三根套上第二根 第四根套上第三根 把第四根的尾部再插入第一根条 完成拉紧 这样形成了甜字方形 再接着第二步 把上面的四根条逆时针顺序交叉参入 然后收紧 再这样压三条一规律 按讯息编过来 再加点桃 多小嘴 可爱 大家可以 多小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穿好后再收紧 下一步再往回穿 以同样编织步骤 压三条鱼规律 按顺序编过来 这种编织步骤 方法跟风车差不多 这种编织步骤 穿完了再拉紧一下 然后把上面多余的条剪掉 然后把上面多余的条剪掉 留下刚好穿入缝隙中 这样一个库圆形圆球变好 还有最后一步剪一些小段 插入每层缝隙中 把菠萝的叶子装上 最后一步把叶子剪尖 小迷你菠萝就制作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喜欢记得关注转发